我们把电线拆开之后 里面有个钥匙 我们要把钥匙拆进去 然后已经掉了 我们再接上电源线 我们再接上配件的接口 这里有六星的 我们来找有六个柱子的 然后缺口对决凹凹槽那里 把它插好 然后把套手锁上 五星的 插好 也要把套手锁上 四星的 缺口要对决凹槽那里 最好之后把套手锁上 然后打开这个配方 进入界面 第一个是40k 40k点开之后 我们要启动这个探讨的话 我们马上要先在探讨上面 加入产品 现在探讨上面加入产品 探讨上加入产品 我们再加能量 然后点击开始 上面就会有个很长的车能量 一般我们用到一半的能量 就不够的 我们再用开弹 那用完之后 我们要把能量关掉 然后再返回 这个超声波探讨 必须在 40k探讨必须在 上面有产品的情况下 才可以启动使用 否则是不能启动使用的 如果上面没有产品 你启动使用的话 这个探讨就会烧掉 如果我们的柱子有点松 如果我们的柱子有点松的话 你把它拧紧就可以了 因为时间挺长的 天天在用在用 有些柱子会有一些松动的话 你把它拧紧一下 这是一个射频 射频我们在加的时候 最好是从三档起步 从三档起步之后 要一档一档的往上加 去问客人能量能不能接受 能不能承受 能承受的话 我们就按照 按照调的能量的大小 如果觉得能量不够 我们加一点点 不要一下子加太大 一下子加太大的话 客人会承受不了能量的强度 这个三级射频 必须在接触的时候 同时接触这三根柱子 也是从三档起步 这个探头也是一样的 跟这个三级射频探头连线 在接触的时候 必须是整个面同时接触 如果觉得能量不够 我们加强能量 如果我们在用的过程当中 如果我们在用的过程当中 这个柱子 用的过程当中 这个柱子比较松动的话 我们把它拧紧就可以了 那这个能量不要调得太大 每条一档 问一下客人 它能不能承受的柱 它可以接受的能量就可以 那这个柱子 我们天天在用 在用 这个柱子会松 包括这一块 它也会松 松了之后 我们把它拧紧就可以了 因为它是牙扭上去的 因为我们天天在操作的时候 可能会这样操作的时候 可能会把它转松 转松我们把它拧紧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是退出主界面 然后我们关掉钥匙开关的话 这个界面会关掉 我们还有一个开关 就是我在集听开关按下去的时候 然后这个页面也会关掉 我们扭一下的时候 它会弹上栏 所以当我们打开开关之后 这个页面不能显示的时候 就说明这两个开关没有打开 但是我们一般仪器用完之后 只要关钥匙开关就可以了 这个集听开关一般都是不关的 集听开关是在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 往下拍的 这个仪器就会断电 所以这个紧急开关 一般都是开启的状态 然后最后关掉后面的小开关 那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这个界面我们在点的时候 一定要保证熟纸的这个干净度 否则的话会容易让这个触摸屏失灵